美联储维持全年降级三码的预期 市场松了一口气 美股继续涨 美光连续亏损五个季度后终于获利 高频宽记忆体成为了AI的最强应用 各位投资韭菜你们好 欢迎收听周三居柔物 我是Cindy 上周可以说是超级央行周 有澳洲、日本、美国还有英国的央行 都相继召开了利率决议 其中最有话题性的肯定就是日本央行了 因为它结束长达8年的负利率 还有美联储维持今年全年降级三码 带动美股标普500涨破了5200点 个股方面呢则是由NVIDIA的GTC大会 发表新一代的AI晶片B200 哪些公司渴望受贿 还有非必需品的Nike 跟Lululemon都相继公布了他们的财报 两家公司的股价都是大跌反应 是民众不喜欢买运动用品了吗 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交易的风险 我们的节目只提供一般建议 并没有考量到您的财务规划 在交易之前请务必充分了解您所涉及的风险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上周金融市场最大的事件就是美联储3月的利率决议啦 维持利率在5.25%到5.5%这个区间喔 每个季度末3月6月9月还有12月的时候都会公布利率点证图 是美联储这19位官员有投票权的这些委员他们投票的轨迹 多数的委员还是认为说今年总共降息三马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每个季度末呢还会公布美联储对未来的经济预测 大幅上调经济成长率 但是对于通膨呢只有小幅的上调 那这个背后传递的就是美联储可能认为说通膨的目标即将要达成了 而美国强劲的经济啊不只是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喔 甚至连软着陆可能都不会发生 可以说是股票投资人最想要看到的就是那种经济强劲的成长 但是通膨趋缓的一种最乐观的情况 美联储的声明稿和一月会议的内容几乎99%都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描述 就业增长从去年以来有所放缓 但仍然强劲的这个说词就直接改成说现在就业仍然强劲 可见呢在几个美联储关心的经济数据里面啊 经济成长还有通膨呢已经不太是太大的问题了 那还有一律的就剩下就业市场了 会议之后的主席鲍威尔发言的期间啊 就有针对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特别做回答 如果是劳动供给特别强劲而带动的强劲就业的话 那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强劲的就业可以让民众赚到更多钱 之后再把这一笔钱拿去做消费 这样就可以带动美国经济的成长 算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并不会因为劳动力市场太过强劲 而去推迟降息的时程 会议之后预期六月份降息的几率又变得更高了 来到接近70% 这一次的会议啊 虽然比较没有意外的新消息 但是没有意外就是最好的消息啊 毕竟今年以来公布的两份通膨相关的数据 都是超预期的 市场原本很担心 今年会不会降息无望 不过美联储这一次呢 就给出很鸽派的态度 为市场注入很多信心 让投资人紧张的情绪放松了许多 美元回落 美股标普500终于占上5200点 黄金也跟着大涨突破了2200的大关 没想到美股还能继续涨 但目前呢就是有两大风险 一个呢就是目前的散户投资人看多的情绪过高 因为散户呢通常是整个市场的反指标 所以当有越多人看多的时候 继续走上涨行情的风险就越高 另外一个目前美股面临的风险是11月的大选 就是美国大选即将要来临了嘛 过去在总统大选当年 尤其是第二季的时候确定候选人之后 那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美股的表现通常比较差 今年以来呢美股都还没有超过5%的回调 不同天期的均线依然呈现多头排列的形态 我们就是继续持有 一旦大盘呢跌破了这个关键的 像是20日均线月线这一条重要支撑之后 再来考虑调整部位 上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啦 不只是上调利率也终止了ETF还有REITS的购买计划 取消值利率曲线控制的政策 原本透过买入日本的国债来控制债券值利率 就是利用值利率还有债券价格成反比的特性 购入债券来推升债券的价格 同时压低债券值利率 另外购买ETF啊 还有REITS呢也是一种像市场撒钱的方式 那现在呢就是宣布说这些政策都要终止了 还有在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有提到的春斗薪资谈判 它是属于日本大型企业劳资双方进行的薪资协商 结果呢薪资成长的幅度高达5% 我想也是因为有这么高的这种涨薪的幅度 所以才让日本央行有底气 在这一次的会议就结束负利率 不过日本央行升息之后却让日元继续走扁 一部分其实就是从年初的时候 大家原本呢其实是预期在4月的会议里面 日本央行才会开始转向 但是时间到了3月初的话呢 随着薪资谈判的结果越来越明朗 而且这个结果也是大幅优于预期的嘛 所以市场是更倾向 就是认为说3月就会开始结束负利率 所以这一次的结果呢 算是刚好符合市场的预期 也就已经骂入在这个日元的价格里面了 而且日本目前的通膨啊 是属于健康的通膨 由薪资成长带动的物价上涨 所以呢日本央行目前不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 进行连续升息来压抑过高的通膨 这一次结束负利率的调整啊 只是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 离紧缩其实还有一大段距离 结束负利率的象征性意义更大 不过结束负利率呢 对日本的这个经济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个人还有家庭来说就是多了利息收入嘛 那对银行来说呢也是更愿意去提供贷款 会让整体的经济活动更热络 所以以前呢是日本央行宽松 然后日元贬值 日股上涨的情况 就会变成日本央行偏向中性 然后日元不再贬值 然后日股继续上涨 不想错过全球股票指数创新高的行情 那就赶快点击周三居住无专属的开户连接 享受ACY证券开户证金的优惠 在两大央行事件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个股 上周有NVIDIA的年度AI盛事GTC大会 NVIDIA公布了更强大的晶片 Blackwell晶片 首款晶片的名称是B200 拥有的这个电晶体的数量啊 是NVIDIA现有产品的两倍多 而且成本和能源的消耗都大幅降低 会采用这款新晶片的厂商啊 都是我们熟悉的大品牌 像是三大云服务商亚马逊 谷歌 微软 那除此之外呢 OpenAI还有特斯拉也是这款新晶片的重要客户 NVIDIA的股价在大会之后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一方面是因为资金早就在大会以前 就已经进场布局完了 那另外呢 现在比起交易NVIDIA的个股 更多人是把NVIDIA当成赌场 疯狂的买卖它的期权 所以让它的股价从三月份以来啊 从一路上涨转为震荡 但至少这个震荡的走势呢 都还是在各种长短天期的均线上方 买盘支撑的力量还是蛮足够的 在技术面上还是继续维持偏多操作 在基本面还有考虑未来成长性的这个估值上面呢 NVIDIA绝对不是太贵的选择 操作上偏向以技术面为依规 如果股价出现跌破850的话呢 再来考虑是不是要部分获利了结 或者是等价格回踩上次财报之后的跳空缺口 750美元的时候 能不能在这里获得支撑重新向上 另一个操作的方式呢 则是股价出现向上突破 目前这个盘整区间的上元975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跟随做多 大型科技公司争先恐后的布局生成式AI 除了需要NVIDIA更高阶的GPU晶片 对于高阶记忆体晶片的需求也是激增 专注在记忆体晶片的美光 上周公布了最新财报 连续五个季度亏损之后啊 在上一季开始获利 又来开发AI应用的高频宽记忆体 2024年已经卖完 2025年的大部分供应也已经被定光光了 财务数据也不只是上一季表现的好 对于这一季的营收预估也是远远高出市场的预期 记忆体晶片呢 一向都是在整个晶片板块里面 跟景气循环最息息相关的 而且复苏的脚步也是走得最快的 记忆体报价在2024年也会逐步的上升 等于说这个商品的售价提高了 那对美光来说的话呢 营收要在接下来的季度再创新高 也不是什么难事 美光的股价在财报之后大涨了14% 创下新高 在98美元附近形成景线 所以接下来啊 如果有回财景线的98美元不跌破 那就会提供不错的买入机会 今年7月有一个全球最重要的运动赛事 奥运 这一次的奥运呢 会在法国巴黎举行 每次这种国际运动赛事 最大的赞助商就是Nike啦 公司也在上周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不过按地区来看的营收 只有北美地区的营收超预期 其他的区域呢 包含了欧洲的中东 然后大中华地区 还有拉丁美洲都是不及预期的 甚至在欧洲和中东这块市场 还出现了营收的衰退 很大一部分是受到欧洲两家新兴的运动鞋品牌 Aum还有Hokas的竞争 Aum的母公司Aum Holding是瑞士的品牌 还有Hokas来自法国 所以尽管Nike上一季有推出新款的跑鞋 还是难以跟欧洲本土的这个品牌相抗衡 Nike整体的营收跟去年同期相比 几乎是零成长 为了要应对需求疲软的问题 公司就只好节省成本 透过裁员还有简化产品的种类来省成本 管理层也透露说 接下来啊 Nike发展的重点 可能会更烧钱 因为他们想要聚焦在快速开发更多的新产品 而且呢 就是更积极的去进行广告宣传 借此来就是提高跟批发合作厂商的这个销售额 所以可以想见接下来几个季度啊 Nike的这个获利状况肯定不会太好 股价表现上呢 Nike的股价其实从今年以来 几乎都是在200日均线 这个年线的位置下方 技术面上呢 本来就比较偏弱 然后上周的这份财报公布之后呢 因为悲观的指引 所以让股价直接大跌7% 的确也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不过即使有技术性的反弹啊 也很难让股价重新回到上涨的趋势 因为公司呢 就已经表示说 他们会更努力再推出新产品啊 然后会投放更多的广告嘛 所以尽管有奥运能力多可以带动营收 但是更高的营销费用 就很难让人期待 接下来极细的获利会更好 所以呢 对于Nike的这个股票投资的话呢 暂时还是持比较观望的态度 另外一家运动服饰公司 Lululemon 是我很喜欢的品牌 股价表现也一直保持成长股的上行趋势 不过却在这一次公布财报之后啊 出现了将近16%的下跌 主要是因为在北美地区的需求放缓 这一次的营收成长率呢 只剩下个位数的9% 对比去年同期啊是29% 然后上一季呢是12%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9% 就是有明显放缓的迹象 公司则是把需求趋缓的这个因素呢 归因于存货调配的问题 因为美国呢 最多人穿的size是0号到4号的这一些尺寸啊 产品其实是蛮严重的缺货的 然后产品的颜色也不够充足 而且不只是上一季 在北美市场的销量差哦 本季度还有预估全年的这个销售指引 也同样是不及预期的 Lululemon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啊 公司最近呢就转去打造鞋类产品 然后还有发展男装的业务 股价方面的话呢 Lululemon大跌16%之后 最后是有收盘 是有占回在400美元之上 确实是来到一个罕见的低价 不过和Nike一样 就是有这种前景堪忧的问题 所以如果只是因为下跌之后指稳 那在技术面上或许是有抄底这个机会 但是目前资金不青睐这一类的服饰品牌 而且呢接下来几个季度啊 公司获利还有销售都会面临逆风 所以股价呢恐怕难以形成明显的上升趋势 上周一系列的央行会议轰炸之后 本周的经济数据啊 还有财报都是相对比较平淡一些 各位小酒菜们想要听什么热门财经话题 哪一家公司的财报 或是哪个产业的详细分析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许愿 如果觉得每周十几分钟的podcast听不够的话 尽力在每周三晚上会有一个小时的线上趋势投资讲座 不想错过当周最及时的投资机会 就赶快点击下方连结报名参加 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赶快分享给身边关注投资的亲朋好友 每周带你掌握最新财经时事和投资机会 周三居久五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